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期调色教学视频我仔细讲解了如何通过调色来优化我们的室内ARO视频观感 上期用的是HLG的素材 那有些朋友就要问了那那种灰度的LOG素材要怎么调色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以几个实例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对LOG视频进行调色的 你们在片头里看到的这几段素材都是我用松下S5拍摄的4K 30帧10bit的VLOG素材 他们都是用Final Cut Pro手动调色后得到的画面 那我今天分享的方法其实不仅仅是Final Cut Pro能用 Premiere和达芬奇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 那对于LOG视频我们的调色步骤一般会分为一级调色和二级调色 一级调色就是将灰度的LOG视频还原成正常的我们平时肉眼看到的颜色 通常要做的是调整画面的黑白电瓶和调整画面的饱和度和校准白平衡 二级调色则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对画面进行一些风格化的调色处理 像很多电影和很多旅拍视频经常用到的清橙色调就是属于风格化调色的一种 OK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教学 在调色前我们先按快捷键Command加7把这几个视频观测仪打开 这段素材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级调色了 要对画面进行色彩还原 我先来介绍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 先选中这段素材 点击右上角的感叹号 然后在视频的信息检查器里面选择设置 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摄像机LUT Final Cut Pro在这里给我们内置了常见的几个相机厂商官方的还原LUT 今天的素材都是用松下S5拍摄的Vlog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松下的官方Vlog还原LUT就可以了 OK那这一步之后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调整视频的黑白电瓶 添加一个色轮工具 降低阴影的曝光 观察亮度波形图 让波形图的底部接近于0 然后再提高高光的亮度 让波形图的顶端接近于100就可以了 调整完黑白电瓶之后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画面的饱和度是否足够 如果不够的话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下饱和度 这段素材的白平衡可以稍微再校准一下 我们可以先在画面中本该是白色的区域画一个遮罩 然后拖动RGB劣势图上的这根参考线 如果这个位置是白色的话 那RGB三个通道的值应该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很明显这段素材里稍微有一些些偏差 我们可以调整色轮工具里的色温和色调来让它们齐平 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这里的色温和色调的调整 其实也只是软件算法在帮你模拟调整 并不是真正的白平衡 毕竟这拍的也只是log 并不是roll OK 那这一段素材的异级调色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还想要再增加一点光影的质感 你可以再添加一个颜色曲线工具 用吸管吸取皮肤的亮度 然后在高光和阴影这里也分别打上一个点 稍微提高一点高光压低一点阴影 这样就有了更强的光影质感 你也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点小姐姐的皮肤亮度 让它显得更白 OK 那这段素材我们就用官方的还原LUT 加上一些简单的微调完成了最基础的一级调色 最后记得要给小姐姐磨一下皮就可以了 磨皮插件和教学请看我上一期的视频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 不使用官方还原LUT的一级调色方法 先添加一个色轮工具 然后调整画面的黑白电瓶 同样是压低阴影让亮度波形接近于0 提高高光让波形接近于100 然后你会发现画面有点灰 那提高画面的饱和度就可以了 那这样还原之后 你会发现画面的白平衡不太对 有一种又黄又绿的感觉 这其实是Vlog素材的一个普遍现象 如果你不使用官方LUT来还原的话 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色温和色调 来校正画面的白平衡 OK 那这一个素材的一级调色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是调色前 这是调色后 就我个人来说 我会更加喜欢用第一种方法来做一级调色 用官方还原LUT的效率会高很多 套完官方的Vlog还原LUT之后 再调整一下黑白电瓶就可以了 对于一些你找不到官方还原LUT的视频 你就可以用我上面的手动还原的方法 好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不使用LUT怎么做青橙色调的风格化二级调色 我们也是先用官方的LUT做还原 然后调整画面的黑白电瓶 调整完之后 我觉得它还是有点灰 那可以在色轮工具里增加画面的整体饱和度 下一步再添加一条颜色曲线工具 先用吸管吸取皮肤的亮度 然后提高一点高光降低一点阴影 增强画面的观影对比 那这样一级调色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青橙色调的二级调色 那对于这个画面 从始量显示器上可以看出画面里比较多的就是 黄色绿色蓝色和红色 那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让它们往青橙两个摄像去做偏移 先添加一个摄像保护度曲线 然后用摄像vs摄像这里的吸管先吸取人物的肤色 也就是这个摄像 我们不对肤色做色彩偏移 所以这个点我们需要固定不动 然后将画面中的黄色往上拖动 让黄色往橙色方向偏 包括绿色也是往橙色上偏 让树叶有一种秋天的感觉 然后再吸取天空的蓝色 让蓝色往青色偏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点往上拖动会发现它影响的是人物衣服上的颜色 那拖动到这里的话 衣服也会带上一些青色色调 OK 那现在再看始量显示器 你就会发现这个画面的摄像 基本上就是以橙色红色和青色为主了 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摄像的饱和度 让画面看起来没那么灰 OK 在这里我增加的是黄色和绿色的饱和度 然后再增加一些天空的青色的饱和度 现在我感觉这个天空似乎又太轻了 再调整一下蓝色的摄像 让它偏蓝一点 肤色我觉得也有点太红了 可以让这个肤色往黄色方向偏一点点 再降低一点点的肤色饱和度 OK 那调整前后再对比一下 青橙色调的感觉就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颜色曲线工具 降低蓝色曲线的高光部分 稍微增加一点点红色曲线的高光 这样就可以给画面增加橙黄色的暖色氛围 然后再稍微提高一点点蓝色曲线和绿色曲线的阴影 给阴影部分增加一点点青色 注意这里不能动太多 否则就会显得颜色很重 最后在亮度曲线里 像我这样拉出一条曲线 让画面的暗部和亮部缺失 增加一点胶片质感 天空的饱和度有点太高了 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摄像饱和度曲线里 降低天空的饱和度 这样我感觉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调色前后的画面 是不是就有了青橙色调的电影感呢 所以说二级调色其实用Final Cup Pro自带的调色工具也是可以调的 就比如说今天的第一段素材 我们再用一个颜色曲线工具微调一下 最后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画面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上期调色视频收藏的人非常的多 但是点赞和投币的人却很少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能破2000的话 我再继续更新这类的视频调色教程吧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讲讲如何仿色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和投币支持一下 我是波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